这个人只吃猪饲料 每天三顿 一顿一大盘 他已经这样持续吃了五十多年 并且饲料都已经过期了 还不断发出一股臭味 但大爷却毫不在意 依旧吃得津津有味 渴了就喝地上的脏水 而且他从不与人交谈 只要有陌生人靠近 他就会立马躲开 为了找到更多线索 节目组来到了附近的村子里 问他们知不知道这个人 可所有人都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节目组也是一脸问号 为了确认没有弄错 于是放出了老人的视频 看过视频后 村民纷纷确认就是这个人 他们说老人五十年前就离开了村子 从此再也没人见过他 所有人都认为他已经死了 却没想到他还活着 老人为什么会躲在山里 节目组也非常好奇 于是他们来到山里 再次找到了这个老人 不管节目组怎么问 老人只反复说着一句话 带着疑问节目组再次去到村里 找到了老人二一家的表弟 于是表弟说出了实情 原来是因为老人小时候 由于父母天天吵架 有时甚至大打出手 离婚后就把他丢给了奶奶 可没过多久奶奶就因病去世了 由于每天思念奶奶 精神逐渐出了问题 就跑进了山里 这一跑就是五十年 期间没回过一次家 表弟得知后去接他下山 可老人却死活不肯回去 说自己就喜欢吃饲料 喜欢待在这里 村民知道后 纷纷带着吃的去看望老人 于是节目组决定帮助老人 他们在山上搭起了帐篷 和他一起吃饭睡觉聊天 节目组的真诚打动了老人 最后他终于决定回到家里 从此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